碰上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遇到国定假日来上班的话呢 薪水到底要不要加倍呢 另外雇主要是违法的话 最高要罚上多少元呢 来看我们的报道 依照劳基法规定 国定假日如果雇主要求出勤 依法工资应加倍发给劳工 如果业者有违规情势 劳工可检据相关市政 就近向当地的劳工行政主管机关申诉 如果牵涉违法者将查处 如果是像中秋节或是短午节这种国定假日 按照国定劳基法的规定是必须要给劳工放假一天 但如果这个时候雇主要求劳工来加班 那一天的工资要加倍发给 科长表示如果劳工在休假日出勤 志愿换取补休假也可行 但是雇主不能片面要求只能够申请补假 应该依法给假或者是给薪 雇主若征得劳工的同意当天出勤 需要依规定发给双倍的工资 如果违法可储新台币2万元以上 30万元以下的划还之外 雇主仍应不付工资 就是如果没有加倍发给的话 就是违反劳动基准法 就是劳工可以来劳工局来申诉 那我们去查到如果确实雇主 国令价值要求劳工来出勤 那没有加倍发给薪水的话 那我们劳工局查货以后就依法来采罚 此外劳工局同时提醒 今年1月1号起 每小时基本工资已调整为115元 在给付假日出勤工资的同时 也应该注意符合基本工资的规定 永迦乐新闻新北市采访报导